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是3月30號 我們科技五報到底有哪三則新聞呢 一起跟我看吧 好 第一則就跟LINE有關係 它其實有延伸出另一則 簡單講就是我們都是用LINE 在做備份對不對 沒錯 在iOS的 LINE的10.3版 它終於開啟了 定期自動聊天備份 那一樣 它是備份在iCloud上 但是呢 它可以讓你自己去設定時間 你可以三天備份一次 每週或每月或每兩週 那怎麼進去 很簡單 你到設定 到LINE裡面的設定 不是我們的手機設定 LINE裡面的設定 然後選擇聊天 那邊就有一個自動備份的頻率 那邊把它開啟以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你想要的備份 這樣子你就不會忘記啦 對不對 那同時呢 其實LINE接下來未來也會支持 Apple的 帳號 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們最近會開始 終止用戶 用Facebook來註冊新的LINE的 帳號 也就是說 你舊的沒關係 舊的我們Facebook 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呢 如果你是舊的用戶 是FB的話 那我建議你呢 順便把電話 然後Email 密碼設定 全部都把它弄好 那以後呢 在換機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 接下來它會支持 Apple的 帳號 可以做登錄跟換機 也就是說未來呢 有三種形式 第一個 電話號碼加登錄 的那個密碼 第二個呢 就是 你既有用FB 一樣進來的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你就可以用Apple的帳號了 好我們來看第二則 第二則消息呢 當然就跟PS5啊 PS5呢 在 官方 終於呢 跟大家講 因為大家很怕呢 因為 那個疫情的關係 會延到了2021年 但事實上沒有 他們說我絕對 會在 2020年內 會上市 也就是說呢 我覺得最慢呢 應該在聖誕節的時候呢 大家就可以買到了PS5了 相關呢 他也有說 他接下來呢 一樣可以向下兼容PS4的遊戲 就是說你現在有PS4很多遊戲呢 都可以買了 4月10號有 太空戰士的 7代的重置版 對不對 你就可以用PS5來玩 那他也說 其實他們 之前有一個 簡單的硬體的發佈 然後他們用客製SSD 那目前已經知道的呢 就是 一樣 你可以玩8K或4K 120Hz的 那個遊戲啊 然後呢 4K的藍光片 然後CPU呢 是8核的那個 Zen 2 3.5 GHz 就占6Hz 但是呢 其實跟 遊戲 畫質會比較影響 就是GPU啦 他GPU呢 是 36組的 CU單元 也就是說呢 他GPU的核心的頻率達到了 2.23GHz HZ 那他的 記憶體呢 是16GB的 DDR6 然後呢 他的硬碟規格呢 是PCIe的 4.0規格 那他 可以 到了 825GB的 SSD 講那麼多規格 大家是不是覺得 頭暈 沒錯 反正呢 其實我覺得 大家在選機器呢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第一個 他價格還沒正式公佈 外型 好 那再來呢 日期已經講了 最後呢 當然是對應的遊戲 其實我們買 遊戲機 最重要就是這幾個 那他的對手呢 XBOX呢 的那個 Series X 其實 規格也是不錯的 但我覺得 最終條件呢 還是 決戰點在遊戲 你看 這一陣子 所有人都在玩什麼 Switch的 動物森林會 對不對 那個真的是 很厲害 我們來看下一則 我們講電台之前呢 剛剛被那個 我們 導演打槍 他叫做 動物森友會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 遊戲還是很 遊戲還是很吃 除了主機以外呢 當然就是大家的支持 你看前一陣子 還有什麼 那個健身環 哇 大家賣到爆 我們之前無報有說 好 那我們繞回來 小米呢 他在 上週呢 有公佈了小米10 小米10 Pro 跟小米 10 Lite 5G 那我先講 10跟10 Pro 他們一樣 手機大小尺寸都是6.67吋 雙曲面螢幕 第五代大星星玻璃 亮度可以達到1200 那個尼特 但是呢 10 Pro他比較特別是 他背後呢 是有一個防炫光的磨砂的玻璃設計 但是呢 那個10就是一個玻璃鏡面而已 那 共同的 一樣高通865處理器 LPDDR5的 那個 RAM 然後裡面有一個易能系統 打GAME會更好啊 然後一樣5G 有Wi-Fi6 但是 快充的部分呢 有差喔 那個10 Pro 達到50瓦的快充 跟30瓦的無線充 好 但是 小米10呢 這只有30瓦的有線充 然後他一樣有無線充 好 那個 電池容量呢 反而小米10比較多一點 小米10是4780毫安時 但小米10 Pro只有4500毫安時 好 但 那個主打的重點呢 還是在 除了打GAME還要拍照啦 他拍照呢 一樣全部呢 他們都是 我以10 Pro來講 他是 1億 0800萬畫素的那個主鏡頭 他是四鏡頭組合 然後2000萬呢 是超廣角鏡頭 加上 兩組長焦鏡 兩組長焦鏡分別為 可以 兩倍 變焦的那個 可以拍人像 跟 10倍 光學的變焦 他可以就是你可以一樣 拍風景啊 然後你數位變焦可以達到50倍 那10 Pro呢 一樣可以做8K 30fps的錄影 好 那他們都有 叫 超級夜景 2.0 那 便宜版的 10 Lite 5G呢 他的 尺寸比較小一點 他是6.57吋 然後一樣 MOLED的面板 但是他主鏡頭 只有4800萬畫素 但是 他的處理器也不同 他處理器是高通 765的處理器 然後 X52的5G晶片 那他的電池容量也比較小 比較小 4160毫安時 然後 快充也只有達到20瓦 然後 儲存的速度呢 他是 他是 UFS 2.1 但是剛剛小米10跟10 Pro呢 是UFS3.0 所以他是比較快的 好 那 最後呢 他除了發表 手機以外 他也有發表 那個小米的 無線藍牙耳機 Air 2 那這個呢 其實我之前有拍過影片 我影片把他連結放在上方 那目前的 對外的建議售價 他們是用歐元來看 他是 2640 台幣 好 那但是 到時候正式進來台灣呢 我相信那個價格 我希望他可以訂得更漂亮一點 那我們還是等了台灣的正式訂價 小米10 Pro跟 小米10 Lite 5G呢 台灣 如果真的上的話呢 他到時候一定會有個正式 公告版 那 如果真的沒什麼預算的話 小米10 Lite 5G呢 應該會比較適合你 他大概 因為我剛看他的海外定價 大概落在台幣 1萬億到1萬億而已 所以其實是還蠻便宜的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們的科技無報 然後晚上呢 會上 安卓 Android Ware 那個 他們的那個手錶 最高規格版的 是什麼呢 就是 豪雅錶 他們有一個智慧 那個手錶 那我們有做一個開箱 晚上記得看 下次見 拜拜